邏輯函數呢在上禮拜應該有大概大概講到也有用到過 它是放在這個所謂的邏輯這個群組裡面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有一幅最常用到 還有像如果你有那個多重的 你有那個就是連擊或交集的話 你有and的還有over 那相反邏輯有not 那true false這邊有force 這個邏輯有true有force 這個是true為真嘛 就跟你開關打開 force的話是關閉true false 那還有if加一個l 這個就是它把兩個函數結合變成一個 ifl這個也有用到的機會 不過當然如果你不用它也沒關係 你變成要if加一個l的判斷 isl的判斷也是ok的 那這個我們首先的話來看一下 第一個練習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算一個什麼 算一個那個成績 它到底是不是及格 合格不合格啦 所以合格不合格很簡單嘛 一幅對不對 那你可以按一個確定 那這個我想應該對各位來說不難 這個成績怎麼樣 大於等於60的話 表示它是合格 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你就是 如果它大於等於60 那表示它是合格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不合格 所以我就打這個合格 然後反之的話就不合格 就多一個不ok 那因為是文字啦 所以前後都會幫我加雙引號 ok按確定 那往下填滿 但這個很簡單 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這個VBA最好是怎麼樣 旁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幫你顯示出來 ok 那或者是說還有第三種 叫做多重 多重邏輯 什麼意思喔 這個是假設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我平常的需要 我需要不是這樣子 因為在學校裡面 它不是合格這麼簡單 合格還會分成ABC 不合格是D 有沒有80分以上是A嘛 那個70分以上到80分是B C D 也就是說有那個四種邏輯 那這時候怎麼辦 多重邏輯 ok 那你看一下邏輯函數裡面 它只有一幅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 if變成只能判斷合格不合格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也需要ABCD的話 這時候該怎麼辦 你可能就頭大了 對不對 其實也是ok的 如果將來你要判斷的話 我習慣是這樣 100分到0分 中間有80分 還有70分 還有60分 還有60分以下的 會有ABCD對不對 那我可以這樣判斷 就是往下到哪裡 到這裡 為A 往下到這裡就是B了 因為上面都已經判斷完了 在上面就是B嘛 在上面就是C 以下的就是D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有這個大概的一個概念圖好了 應該懂這個意思啊 那這個是A嘛 B是類的 因為這個滑鼠不好畫 比較醜 各位見諒一下 ok好 看得懂為原則 那我要把這個邏輯給做出來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一副按確定 那如果說 發哥沒想到 如果要把它做多重邏輯 你就可以在邏輯裡面再加邏輯 再加邏輯 但是喔 可能如果你不太習慣這種做法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 大於等於80 好 那我